之前在视频发布前 我和秋菊爸爸都觉得 这个视频恐怕没有人看 就是一个自娱自乐录着玩的东西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到讨论中来 所以 硬着头皮都要把它给搞下去 那我们就继续了 然后来继续说 首先是有小伙伴在上一支视频里 提醒到我说可能是产后焦虑 那我有去咨询我的朋友 通过跟我的沟通 以及给我做了一些相关的测试之后呢 他告诉我这不是产后抑郁 也跟生孩子没有多大关系 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生完孩子 这段时间以后呢 我出门少了 跟人沟通少了的时候 这个人在家呀 就会容易多想 这个只是一点点因素 而且不占大部分 大部分来源于 我的本身的人格特质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了 其实在评论下面 有小伙伴是问我的 那个MBTI人格是什么的 在这之前不觉 我就关注过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为啊 它是一个和星座 差不多的玄学 但当我这位朋友 给了我测试之后 我发现它真的是一个 科学的东西 而且如果你现在 真的有焦虑的话 我建议你也去测一测 这个人格 能让你更加清晰的 知道自己 可以自己去B站上找 就有一个是28题的测试 不要做那个93题 它很多题目都是重复的 没有必要 就直接做那个28题就可以 因为他当时在忙 我还和他约了 就是明天我们再来 接着说这个事情 哪知 我不知道微博 是不是有偷听功能 过了差不多10分钟 收到了一个 博主的相关推送 它的名字叫MBTITT 对我这个人格进行了分析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我要把我的缺点给念出来了 大白于天下 我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首先呢 我这种人格 是很注重细节 同时又会在这些细节当中 不断内陷的一种类型 认为付出就会有 回报讲求公平 很温柔 但是在意别人的眼光 常常为此而迁就别人 正因为这样呢 就很少为自己而活 前面的时候 我觉得和我挺沾边的 这句话 都在为他人着想 但是因为遭到轻视 就会产生一种 我对别人那么好 为什么他不会对我的这种好 产生反馈的想法 我觉得我确实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朋友 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 他说我做的这个测试 有16种人格 也就意味着 有很多种不同的想法 那么我也应该相对于理解那些 不明白我情绪的人的想法 对吧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说 清楚 我知道我此刻的表达 实在是太过于匮乏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表达 不妨可以帮我说一说 那么关于我这样的人格的成因 好 接下来继续听 就是我人格当中的这种利他 本质上是为了利己而去利他的 所以才会导致 当没有回报的时候 我会很痛苦 就是我立即的这份私欲 没有得到满足 但是我仔细想一下 我做视频的私欲是什么呢 为了掐饭 这是一部分原因 但我觉得它不是主要的 应该是为了满足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明白了 当我的这份私欲 也就是我想要让大家得到认可 我付出心血 好不容易做这视频 对吧 但是有人却在里面发出质疑的声音 或者说没有达到我预计想要的一个播放量 的程度的时候 对我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 这么说好像真的就想通了 好我们继续 再来 因为我习惯迁就而不懂得拒绝 那么在过程当中 这种妥协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越迁就 就导致自己原来的想法背道而驰 弄得自己很不开心 哦 天哪 就是我自己 这种人格是真的对人好 但长久下来 因为将自己认为是好东西强塞给别人 然后导致产生一种 我对你好 你却不领情的想法 那回到用视频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我这些视频做的好 你却觉得不好的想法 对 我会这么想 我客观的说 就是能听得到一些批评我的视频的声音 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想 就是明明人家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能接受呢 然后这种情绪是我的认知偏差造成的 我明明对人那么好 却有时候还被人讨厌 也许一开始 别人的形象太过于良好 导致他做一点点下不一样的事情 别人就会觉得形象一路签证 那我现在在录这个视频 也就等同于 我再把我的形象降低是吗 嗯 好像 有一点自我缓解的效果了呢 当然 也有嫉妒性 如果属于同等地位的竞争者 就会想办法把它踹下去 但这个我真的没有 就是同等地位的竞争者 自媒体的方向也没有 就大部分博主 我觉得对他们都是欣赏 然后如果往上冲浪 有人产生真挚 就会边气 边手抖 边组织语言 逻辑语 对方争辩蛮可爱的 哎 我是这样 我真的会非常的想跟他争辩 并且会强烈的欲望 说要组织我逻辑能力 但是我组织不起来 哎 有时候我就会 确定放弃 然后转为 就是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这样的思路 但有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ISF 一旦在奶茶店 遇到了自己喜欢喝的口味 一旦喜欢上之后 就点同一杯 我自己 我夸张点的 甚至可以连 哦 对 我跟大家说 我怀溜溜球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吃了差不多 一个学期的 同一份那种午餐 点同一家 就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就一个点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怕踩雷 哇 就最后 他住这种朴实的ISFJ 天天开心 活在当下 哎 哇 看完之后 真的清晰了好多 此刻 人间清醒 就没有比 现在读完这份 做我分析 更清醒的时候 如果你也在焦虑的话 你赶紧去做做这个 MBTI人格测试 然后去看这个 MBTITT这个 博主的内容 哇 最后总结一下吧 或许这就成了我眼镜 基本体的最后一期 这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哇 真的好短 三天就解决了 但我能坦然的 面对我人格当中 这些缺陷 并能 给大家念出来 一部分是 一部分是他帮我 就更多的还是 屏幕面前的你们 就是 让我认识到 我是有价值的 虽然在 在这之前 我 我也不是那种 哎 就怎么说 不是那种太 啊 就是故意想听你们 夸我的话的人 但通过这些视频 我真的觉得 我在你们眼里 我是有价值的存在 所以我要更加的 正视自己的缺陷 我要把这些毛病 努力的去克服它 然后希望我在 一年以后吧 不 半年之后 我再写一封 十年之后 给自己的信 十年后的 和和达 你还是ISFJ人格吗 是的 没错 就在视频的结尾 我突然 想到有个事情 还没有说 因为我在 刚才又打开了B站 看到了我的 私信和评论区 我发现这次 大家的 我发现大家 这次的留言 都是大段大段的 我真的 发自内心的表示 超级感动 首先你们能打那么多字 就说明真的 有诚意 有耐心 再来 既然大家 真的那么用心 我就绝对不能辜负 你们的这份期待 我觉得我不能 再焦虑下去了 我正视自己的情绪 这个做法是很对的 但是我不能沉迷于其中 对 好 那我多说了 晚安